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Let's Go Couple's Channel 大家看完片头就知道今集小片 会带大家去感受阳光与海滩 大家想不想知道这里是哪里呢 记得看完整条片你就知道 今集首先会带大家开箱人气海景酒店 试食在这里地道的粉面 玩尽酒店里面 和附近沙滩的设施 还有带大家去影尽沙滩打卡点 最后我们还用100元挑战夜市的食物 出发去目的地之前 记得Like我们的影片 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还有按下的小铃铛 事不宜迟 Let's Go! 今次小片带大家坐高梯 短距离去感受阳光与海滩 首先我们现在实测 由福田口岸地铁站 去到高铁站这段路程所需的时间 现在立刻出发 乘搭地铁去深圳不地铁站 乘搭地铁去深圳不地铁站 很快便来到深圳不地铁站 首先在C或D出口出门 之后跟着指示牌去到下一层 便会见到深圳不高铁站 我们在福田口岸去到深圳不地铁站 大概用了19分钟 再由深圳不地铁站走到高铁站 用了大概10分钟 便会到安检位置 完成所有手续之后 去到高铁站后车闸口 都是大概10分钟左右 全程我们由福田口岸站 去到高铁后车位置 大概需时40分钟 不过这是非繁忙时间计算 大家留意了 深圳不地铁人流量超庞大 遇上繁忙时间或高峰期 建议大家提早1-2个小时到达 比较稳定 首先带大家参观一下高铁站 等车大堂中间位置 还有多张按摩椅给乘客使用 而这里的餐厅有 Starbucks 麦当劳 KFC 和看师傅等等 而车站附近还有 宾果空间购物中心 和宾果空间 大家可以多个选择 在这两个商场的餐厅用餐 参观完高铁站 是时候搭车了 上车搭高铁了 Let's go 车厂明亮简洁 还有USB充电 和餐桌 而列车是有提供饮水机 洗手间 洗手盘 和行李摆放的位置 职员还会不时 推手推车或托盘 买饭饭食 坐了30分钟高铁 终于来到惠东南高铁站 这个站面积不大 只有两层和一间便利店 站外排满的士 而且他们还会走过来 不停舍你坐他们的车 不过小片就选了滴滴出行 惠东南站是距离目的地最近的高铁站 大概需时35分钟车程 终于来到目的地了 小片今次为周游的目的地是商月湾 打车去到商月湾的收费是70元起 视乎下车地点 究竟今次小片为何要由深圳不出发呢? 因为在香港出发的班次只入三班 时间集中中午12点至4点 而深圳不出发的班次比较密 小片为了争取时间 所以今次选了在深圳不出发 来到商月湾第一站 当然是以下的肚子 我们选了惠州人气 兴肺汤粉拌粉店 这家餐厅是大众点评必食榜2023的上榜餐厅 这里主打黏沙蒙粉 海鲜和猪杂汤粉 这家餐厅室内容纳大约10人左右 门外还有两张小桌子 比较简陋 环境卫生感觉一般 小片叫了一碗海鲜汤河粉 和一碗拌面条 上菜的时候 看见这碗海鲜汤河粉很足料 有小虾、小螃蟹、小蜆、小鱼 小鱿鱼、猪肉片、猪肉圆、猪肝和丝瓜 烫底有一层 相信是蟹蝦熬出来的油层 大家可以看到夹起的河粉五易断 配料多款 不过可惜这个小螃蟹是没有蟹肉的 而小鱿鱼只有一两粒 而另外这碗拌面条是一碗五花肉 猪肠、老水蛋等配料拌面 五花肉软軟 面条有咬口 不过小片相信这碗面是用猪油拌的 感觉有点肥腻 整体来说 小片就觉得味道一般 不是太值得专程来这间餐厅吃了 吃饱之后 打车出发去开箱今次小片入住的酒店 小片今次在trip.com 设计了惠州双月湾 彈月都喜天丽度假酒店 等小片一会和大家开箱酒店房 和介绍酒店房里的设施 这间酒店是国内知名 彈月度假酒店集团旗下的品牌 行高端酒店路线 这间酒店是2019年开业 坐落在双月湾半 这里入住的时间是下午两点后 而总52点前就要退房了 这里将泰国文化和气氛带进来酒店 大家可以看到四围都是泰国摆设 这间酒店一共有三栋 分别是一栋天制楼 二栋天日楼 和三栋天月楼 天制楼靠近沙滩 天日楼面向大海 而天月楼就是最右边 小片入住的时间是8月中的平日 设计了一间天日专向海景套房 哇 大家看看这间房很大 露台正面望向海景 加上蓝蓝的天空 已经吸引着小片了 这里很舒服 等我一会再和大家详细介绍房间 这个package爆了 双人自助早餐和下午茶一份 双人31楼 网红空中泳池一份 两大一小无限次水上乐园唱玩一份 女拍一份 看城中心电影院两份 小童城堡无限次唱玩两份 冰宾球卓球两份 还有沙滩网红千秋无限次唱玩两份 和亲子DIY活动一份 我们来到28楼开箱这间 69平方米的海景套房 房价大概港币1500元 一进房门见到一个小厨房 有水煲、咖啡机和电磁炉 连接旁边还有一个小型巴桌 提供了一部蓝牙音响 方便大家在巴桌一边喝咖啡或酒 一边听音乐 而冰箱就在巴桌下面 门口的右边有一张大沙滑 沙滑好像一张伤人床那么大 挺舒服的 来到浴室位置 左边有两个人同时可以用的洗手盆 还有洗手用品 包括牙刷套装、梳、剃塑袍、浴帽等等 还有体重榜 两对碎鞋和风筒 而另一边有干湿分离的浴浴间和洗手间 浴浴间有提供洗头水、护发素和冲浴液 而睡房的面积都不小 有一张特大两米床 配有每人两个枕头 枕头比较软 床也挺干净 坐下也挺有弹力 而睡床旁边有个衣柜 挂了有两大一世的红色睡袍 而衣柜只有六个 数量比较少 不过有需要就可以打电话去前台 令所需衣柜的数量 带大家出露台看看 最令小片心动的就是这个 一边浸浴 一边欣赏这个180度无敌大海景的露台大浴缸 这个浴缸尺寸 绝对足够容纳情侣或亲子家庭 在露台的另一边 有两张椅子和一个小茶几 大家可以坐在这里晒晒太阳看海 放松身心 因为双月湾是向东的 早上可以欣赏到日出 而晚上还可以在露台 看到沙滩上的人放烟花 开上完酒店房间 立即出发带大家去玩尽酒店和沙滩设施 这里拥有6200平方米 华南区最大户外园林泳池 住在这里免费进去的 这里有唯一二船为整体设计的 弹月船巴 180度全海景无边际泳池 户外儿童水上乐园 多功能悠行泳池等多个主题的泳池 每个泳池都有救生员当值 不时会听到救生员吹哨子 原因是住客下水一定要戴泳帽 否则就没得下水了 所以如果大家想下水玩 或者唱泳的话 记住带泳帽来 另外 酒店还有提供店铺 出售游泳用品 来到31楼顶楼的网红空中泳池 泳客人数有真无减 小片都被勒告 和大海融为一体的无边 就是泳池深深吸引着 但是小片没有带泳帽 所以不可以下水打卡 不过泳池旁边就有一个 个个女孩都搬着排队打卡的 网红千秋 这个打卡位很多人排队 坐上去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大海 感觉所有烦恼都抛猪老后 酒店的泳池绝对适合大人小朋友 大家不要错过了 玩完酒店泳池之后 先去餐厅炭下午茶 餐厅有室内和室外的座位 等我们一起看看有什么下午茶款式 这里的食物选择不多 有烤鸡扒 蒸烧米 炸物 而走到甜品区方面 有迷你抹茶卷蛋 凍粒 简装蛋糕 麻薯波波 酥饼等等 另外还有多款口味的餐包 沙律菜 多士 三文治和水果等等 而饮品有咖啡 苹果汁 檸檬碎等等 小编就选了去室外 即使太阳这么猛烈 不过吹着海风 也不会太热 而且可以一路吃 欣赏这个漂亮的大海 小编觉得 下午茶整体的感觉 味道不太讨好 可以选择 或者适合的口味不多 就建议大家 不需要选择提供下午茶的套票 探完下午茶之后 小编继续带大家 参观酒店其他的室内游乐设施 在酒店地下有多间KTV房 儿童游乐场 健身室 麻雀室 射箭室 卡定车等等 走出去酒店来到沙滩 沙滩近餐厅位置的沙 比较粗粗 不过走到岸边 沙就变得幼細舒服 小编见到沙滩有多种水上活动提供 例如沙滩排球 水上电单车 飞鱼 水上梳化 飞散 水上比卡超 沙滩越野车和浮潜等等 总要有活动适合大家 而沙滩上还有多个打卡点 就算大家来商月湾两天一夜的行程 只留在酒店玩都不错 整体来说 酒店和酒店房的环境很开阳和舒服 不过小编觉得房间的打数不仔细 淋浴间的去水位发现有之前入住客人的头发没有清理 露台浴缸有污漬和少量的沙 床和梳化的骨骋有污漬 而酒店游乐设施都挺多的 多到一天都玩不完 不过附近的沙滩的游乐设施收费比较高 至于停车场方面 自家游的朋友可以免快泊车 停车场有四个区域 车位充足 另外电单车和电动车同样可以免快泊车 综合以上的优点和缺点之后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合不合自己住 如果大家来到雙月温 留在酒店享用设施 两天一夜其实足够 如果去其他景点观光 小编就建议逗留三天两夜 带大家参观完酒店之后 是时候出发去找美食 在酒店去到港口镇市场需要15分钟左右 这个市场大约晚上7点才开 日头就是商业街 晚上就会变成一条美食街 整条美食街全长大约200米 小编决定在这里进行一次挑战 看看用100元在美食街可以买到什么 一进到美食街 小编已经见到这家铁板手工虾滑 看到师傅不停炒 已经忍不住买了一份不辣的虾滑 师傅首先会炒纸洋葱和萝卜粒 之后就会加入切粒的虾滑饼和调味料一起炒 放在底层有青瓜粒的纸碗上面 最后撒上海苔芝麻 而这家章鱼小丸子同样很多人排队 价钱都挺划算的 一份小份有6个 白蚊鸡 而大份有8粒就10蚊鸡 来到另一边 这家是主打车轮饼和梅花型鸡蛋仔 厚味配料很多选择 而且可以任意配搭 价钱不贵 小编叫了这个香芋麻薯味 和奶黄肉鬆麻薯味的车轮饼 另外人气小食就是这家 五花肉芝士泡菜卷 小编觉得很特别 所以都买了一份 整条美食街最高人气 而且超划算的一定是这家 一家一路自号糖水 它整间店铺都被排队的客人围住 里面的员工都忙不停 里间糖水店卖的种类都多 有炖鲜奶、芝麻糊、腐竹糖水、西米露等等 凍和烟都是同一个价钱 即使是叫一碗西米加鲜奶 同样都是9元起 小编买了一碗香芋西米加芋圆 附近还有一间手工饺子 饺子包都很饱满 和很健碩 即叫即煮 走过一点会见到有大叔炭烤鸡翅 味道有蜜糖和黑椒可以选 小编买了一只蜜糖味 走过一点 还有另外一间 吴白炭烤鸡翅 同样都是8元一只 有蜜糖和黑椒可以选 小编决买蜜糖味 去比较两斤的烤鸡翅 再走进一点会发现 小食当越来越少 而且比较静 当中有甜品雪糕、烧蚝 潮山山叶等等 小编决买完之后 返回酒店开餐 Let's go 今次是港口镇市场 一共用了84元 完成了这个100元挑战 分别买了 手工虾瓦 五花肉芝士泡菜卷 香护细米交护圆 两件香护麻薯味 和奶黄肉酥麻薯味的车鸟饼 大叔炭烤鸡翅 五白炭烤鸡翅 是时候试食了 首先吃一下这个铁板手工虾瓦 整份虾瓦中间夹杂着虾子 而且份量适中 不过口感不算太爽口 而且不太好吃到虾肉 虽然我们叫了酒辣 但因为配紫洋葱炒 所以怎么也有点辣度 接着我们尝试这个香护西米 加护圆 西米煮得蒸形剔透 粒粒分明 几大牙 香护煮得软熟 同时带有口感 再配上绿茶 番薯和紫薯的三色烟硬护圆 笑片认为这碗糖水 11元真是超划 接下来再尝试这个 五花肉芝士泡菜卷 内馅有生菜 泡菜 胡萝卜丝等等配料 泡菜卷份量多 不过只吃到浓浓的泡菜味 之后我们试试这个 车轮饼 奶黄肉松麻薯餡 奶黄味不太突出 夹杂肉松 麻薯没有拉丝效果 而香护麻薯餡的麻薯 同样没有拉丝效果 不过麻薯餡香滑不太甜 最后试试分别在两家炭烧档买的烤鸡翼 五百炭烧鸡翼的鸡全翼 塗了很多蜜糖 所以蜜糖味很突出 可惜的是带有烧椒味 而大叔炭烤鸡翅的鸡全翼 烧得金黄脆厚 可惜蜜糖偏少 两只鸡全翼的肉质同样偏干 整体来说 小片认为这个市场 值得大家过来试试地道风味的小食 特别推介这个超低的 1加1老字号糖水 下一集 小片继续带大家去蜜州 劈、扑、换、落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令到小片这么狼狈? 而这么漂亮的烟发究竟在哪里? 大家记得收看下一集蜜州友啦 我们下支影片见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订阅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Like、Comment、Share我们的影片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们下支影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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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支影片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